巴西最高法院外头新一三晚上 惊传两起爆炸事件导致一人死亡 目击者告诉路透社 爆炸声传出之后 现场被大火和浓烟笼罩 最高法院的保安人员随即到场维持秩序 至于另外一起爆炸 则是发生在法院大楼附近的停车场 当地电视台的画面显示 事故发生后 消防员到场奋力扑灭火事 这起爆炸在20国籍团领导人 聚首李约热内卢举行会议的五天前发生 当局怀疑这是一起恐怖袭击 警方已经部署拆弹小组 到巴西首都中心的广场调查爆炸事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